去找餐厅的早晨 我们起来 刚起来 大家好 今天是魁北克之旅的第二天 早晨起来了 这边温度是多少 零下10度 零下10度 哥伦多多少 哥伦多零下2度 差这么多 你看吧 好了 看看吃啥找餐去 小组带走 我一拖下来手搂搂 看这边和卖房子广告的 369,000 猪3,000 349,000 看这房子结实 都是石头的 好 没啥看 走哪边走 我帮图片啊 真的 我们早上在这家吃 看见这家的这个 看这里边图片还不错 所以我们准备在这吃 好 吃早餐 老侯有啥想法 这块 挺好的 溜的溜的 昨晚咱来了 看晚上 这是一个小广场 教堂 咱俩那年可这照过相 你记不记得 那回家找着 相片 我这照完以后就再没看过 天哥回来过来吃饭了 进去了 不拍了 只有吃饭 在冷静 不那么冷 多好看 在这 昨晚来了 你在这 记不记得 记得 嗯 嗯 找个一会儿错误吧 吃早餐来了 我跟小杉传 红鸟锅呢 很热 我们来吃早餐的餐馆 人也挺多 你快找 不知道什么吃 有点什么了点的 我跟我妈吃这个 然后你吃一个上面是带肉的那个 就是牛角包夹肉 好吗 还是你想吃这 那天后左右这个 像 这就行 什么 不吃呢 不吃呢 这个 这个 都吃过 多看 对 多看 来一个这个 有这个 有那个 昨天来这个饭 你又吃哪个 我买了马飞带 你想吃哪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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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带 对 你去来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些个面包 二十三 再加碎 咖啡单色 就这些咖啡 像 我不知道 餐馆准备多细节 还有一幅挂 只换大衣能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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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面毛全是甜的 这些 卖片 卖四肢都吃 这麦果就是这样 根本因为全部吃东西 我以为这个不鲜,就是加湿热,中斤加湿热 吃完早餐了,冷在这里,多冷多冷多了,冷几下十来度啊,这样的地方 这是魁北克城,城中心,也是很有名的旅游景点 马上都圣诞节了,都不止这彩灯的,要平时没一些彩灯的 你看家家都这么涂上了 这房都有上百年了,几百年的建筑,你看,都是石头屋 你看这种楼梯,这都很久以前建的,特别的防滑 这都是铁的,每个东西都有这个样子 下雨下雪就漏了,不是人们滑走拐头 除了玩这么长时间,头次看这种不大的设计 这住屋,你看,这么厚 看看是不是挺有欧洲那种感觉 看,这是派拉蒙酒店 不去了,太贵了 三个五个人,是不是 应该三个五个人 咱不去了,不去了 我家猴哥看这衣服说这好看 嬉皮是穿着 买着这个 喜欢这狼衣服 上了多少几台阶 上到顶上来了 这边是一个钟楼 也是这个酒店的一部分 下面就是圣劳伦斯河 这个就是派拉蒙酒店 这是魁北克城的旅游标志之一了 标志性建筑之一了 我们住前面那一片 这叶沙哥那块看啥呢 什么东西 下面是啥 翻一下法文 大家好 圣诞快乐 两个都回老冬年 我们现在在跟鱼哥这儿游点 下面是蓝衣河 你爸刚才说是蓝衣河 那是圣劳伦斯河 把这等个外国都回一下 等会猜的什么河 圣劳伦斯河 那叫河海里有银床的列车 建筑之一是老外设计的 这个也是当地最有名的酒店 你就快拉往酒店 一会儿早餐呢 散热会 一会儿 好 一会儿到近日前天说 脸上进去中套 哪个要见 下午夜午了 就是 纪念午 那猴哥中奖的 猴哥天天就中奖 登庆中奖的 好像也都是商业店铺 不是 是餐厅 那个是教堂 是啥 那中楼那个 那天过来 我太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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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酒店老大了 后边那么长呢 来个四周 走路一遍 无死影 1884就有这个滑梯了 1884这是啥 早餐店 早餐店 然后 你一早就说上这来吃了 是吧 没有我早上就说新的人吃 这个就拍了门 还有大炮呢 要有大炮呢 这是英国人跟法国人打仗吧 对 以前加拿大不叫加拿大 他没有那么多省 他分上加拿大和下加拿大 这个地方应该就要上加拿大 我有点忘了 这是就是 这两个省 就是 魁伟和法语 法国人中闹独立嘛 对对对 要不归加拿大馆 对 一直在闹 这些年好像都是 处在这种政治当中 是呢 自从1713年以后 英国法国打架 后来就是 呃 法国给 英国一些 就是 那个 岛屿 啊 从1713年以后 英国就 就是 就是 就是这个加拿大就占领了 哦 后来1812年这种又 又打下来了 又打下来了 这法国没干过英国 英国 英国的这个占的国土面积大呀 这是一段历史 咱们没读过 123456 六门大炮 猴哥又上顶上去了 我们昨晚住那个 阿尔滨滨那栋楼啊 还有看着的这些建筑啊 就感觉都是 很多都是石头冷却 包括那个 阿尔滨楼 就感觉这个建筑 特别坚固 哦 哦 OK 谢谢 谢谢 哎呦 那给开门了 欢迎光临 上这帕拉蒙酒店里边来看看 这个酒店也挺有历史的了 哦 嗯 这个酒店也挺有历史的 嗯 这个酒店也挺有历史的 看着这个酒店也挺有历史的 看这股皮帽子 这帽子 还有没有画的 你看这个是印加民族的那种什么白画树皮 说不定 说不定 外边太冷了 在这拍拉蒙酒店的大厅里边来回溜达溜达 还有不少这个购物店服装啊 看下来 但是价格都挺高的 上哪儿 顶上都是客房了 看下来 我是猴哥的摄像室的根子 本来我想在那边溜达溜达 猴哥照顾马上就得 这拍拉蒙酒店 咱们先住了 再溜达溜达 感受感受 哎呦 这个绅士啊 这么客气 一个先生 外国人家进来是要我吗 出去说说是 这手 给你整的好不自在 不好意思了 猴哥的 不刷卡都不上了 下角 好像是 刚才按错 按那个 那叫什么 电机里的那啥电话 这是几楼 这两个梅树啊 肯定是中国产的 Made in China 靠这就下去就出去了吧 下面没有电梯了我要 刚才爬楼梯爬得给我有点累了 猴哥上楼去了 刚才在电梯里他没有卡 上不去 他从楼梯往上上 这是酒店一楼的大堂 一个大地图 哇 这也太大了 乱了 找不到猴哥 在这呢 走出去 快来花花蹄 多冷的 大一会溜溜的 花花蹄去啦 嗯 真漂亮 但这酒店应该可以贵 你看这老外都过里也有中文 但中文相对少点 都过去住了 你看这老外 因为快到圣诞节一家都出了一会儿 老外的心不能什么 这一辈子把这么甜的花丸 不要留了儿孙后代 儿孙后代们自己去转天 你看这老外的生活 多个这里吧 很多都是也是普通人 都是普通人 就正常一路来 这里山里去住 这环境非常好 早餐什么都很好 非常古葡 这个酒店 那种一两百年 都给你建筑 铜啊 你看都是铜啊 或者自己平常零一花 木质结构 我听了 今年零下十度 多伦多还零上 这跟多伦多相差是700公里 800公里 温差这么大 因为往年这只大雪豹天了 今天雪都没 下一场雪下雨下雨就化了 因为ened 今天不见了 这个眼睛 我喝了 很多嘴巴 但是我吃了 四眼 是